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剛剛村長一輪版的講過 他講一次中輪版 來立畫一下 我們這個閃電秀就是台灣幾個開源研討 所謂傳承下來的賀席 我們會只給一個講者五分鐘的時間 讓他什麼東西都講不完 時間如果到了的時候 我們會有殘酷的音效 我們跟今年金棕獎學 再放一次 怪玩怪玩 我們就把他趕下去 給他一個廠森 今天總共有14個高頻 每個有五分鐘 預計可以在70分鐘內進入這個產業 修 1號,我也是台灣人,你在哪裡? 講者1號不見了,好吧,那我們就順位好了 資源回收的人 我們今年不錯啦,之前都是隨便拿一個鬧鐘隨便看 今年有倒數即時服務 看後面 好好好,給他站下去 不用啦,直接按了啦,這也算時間的 好,開始囉 大家好,我是少妙,然後我今天要講一個是 叫做大家一起把回收拿給他掛罵的計畫 然後我叫少妙,然後我出號叫他上次完 然後就是那個,就是我的公司網路行動科技 然後那個,我現在在,就是這個計畫 就是來自另外一個團隊是叫文森百問 那我介紹一下我們網路行動科技的那個 我們的董事長大老闆 那個在手冊,今天人大會手冊上面有他的照片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主要是關於網路怎麼樣改變垃圾的故事 那這裡垃圾不是指哪一個人是垃圾 真的是垃圾 那首先,這個故事來自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就大概在大長花學運的時候 然後有一天,就是我去大長花學運這樣子 去那裡靜坐,然後狩獵這樣 然後有一天就問到說,有點翻,12點我跟我朋友 在路上的時候碰到一個老奶奶 然後他推著那個裝滿瓦正子的推車 像三樣高的推車 然後他就說,那個 有一個年輕人的,剛一趟老奶奶車到一趟老奶奶 他在家差不多五公立了 我們就嚇傻了 說,我幫忙推車就要走五公里才可以推回家 那,所以被嚇醒了 醒了之後我朋友就說,我們可以做什麼來放 直接做回收的老闆家 然後那個太陽花學運 推出五月之後他就給我一個表單 然後另外一個夥伴他幫忙做那個版面設計 就是大概是長這樣子,然後上面有那個小鈴 然後聽別,然後弟子 I haven't written English My English is very cool Stumpage, I have no rise in OK 然後就是我們想要做的網站就是 大家看就知道了 然後我身為一個奴性很強的工程師 所以過了三天那個網頁就是一般的出現了 這樣子 然後上面也有一個地圖 就是我們概念就是大家把那個 大家把那個資料披進去 然後那個點 那個做回收的老闆媽的點就會在地圖上面 然後我們還做了一個粉絲頁面 那粉絲頁面就非常神奇 因為他就是幫我們擴散一個非常強大的來源 我們就是在上面定期發佈那個資訊 一些回收相關資訊 結果我們剛好碰到那個時候 五六月的時候有一個議題 有一個網路新聞很紅 就是說那個回收弱勢 他們賺的錢多少多少 然後被政府跟財團剝削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就大家後來就轉這個粉絲頁流量 就送你到 結果我們突然進來的網站 那個放那個資訊 就家裡附近的資訊 然後我現在可以抹向那個網站 就是他是這樣子一個圖表 那個表格 那就是上面寫那個稱呼 然後在哪裡 這裡寫的地址 然後回收的時間點 然後廢註 然後下面你就可以在這邊找到 你找到那個你家附近啊 哪裡是有回收的disk 你要找新的點就非常方便 然後另外就是每一個 abama他們會有一個自己的頁面 然後下面會有一個那個diskuss的 一個討論的討論區塊 你就可以回覆說 如果你在你家附近 阿阿阿阿有什麼 最近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併務 或者是收回收 賺到很像老闆做的 他就可以 就是可以在上面更新 對 然後就是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可以吸到 將近兩代平的有效的資料 對 然後所以那個社會在V頁面 就擴散真的蠻厲害的 然後過來就還有幫忙 做那個翻譯語氣 因為有一些外部門有 就跟我們說 我這個網路 他在國外室 然後就翻譯成英文 然後還有 有人測試那個手間app 那接著了解之後 我們就想 就是就會看到 越來越多問題 像回收是不是真的 能夠賺到一張豪宅 還有 到底池記是不是有在搶 沒有 還有一分鐘嗎 好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 有更多的幫忙 就是有更多人給我們 很多 就是填入底下具體的資料 然後 然後還有 我們有問那個中華電信 他有一個 基金會有個CSR方案 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抓給那個 最佳 Bridge 海外碼 就我們在幫忙的海外碼 他們有一支手機 讓他們可以做一個 點氣的方式 然後還有希望 讓你點直技術或食物的各種影片 可是我就已經很多次沒有來參加 還是像你 你知道嗎 我覺得太難了 然後希望可以幫助維持 失望者解決幫他們生存的更多生存問題 所以我覺得當你真心享受一件好事的時候 整個宇宙沒有人過來 還有那個 我們一位醫師說每天進步1% 一天就進步財新之類的話 我覺得如果每個人一天進步0.1 就是這個社會就會進步 就是千萬出資費 對啊 所以非常棒 就其他支持這個 好 謝謝 謝謝 我也想到潛逃了這樣 下一位那個也是